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今天是10月2號禮拜二 今天大盤拉回跌了15點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開低 震盪 中場壓回 中場跌了15點 大盤目前在這裡做一個整理 拉回733點之後這邊做一個整理 我們看電腦畫面 我們看整理這幾個禮拜 禮拜一黑K棒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三根紅棒 但是他留了下影線 是不是 他留了三根下影線 當然也留了上影線 那留下影線是什麼意思 就下檔有一定的這個買盤 副盤的手撐在那裡 那留上影線又是什麼意思 上影線就代表追價意願不足 上去之後沒有要追 要打回來 所以大盤目前就僵在這裡 但是這個盤弱勢格局沒有改變 因為拉回700多點了 那我們看電子股也是一樣 大漲之後壓回跌了700多點 那我們看目前的格局還是一樣 呈現一個弱勢的格局 沒有錯 就是一個空頭格局 到今天為止這個格局並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說股票在操作上 你要思考 你今天到底做對了沒有 那你為什麼沒有做對 你沒有做對的原因是什麼 是你判斷錯了 還是你跟錯了 還是你看的消息錯了 還是你主觀的想法 認為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有選舉行情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 當股價走勢 以你的研判相去很遠的時候 你就應該大漲 跌700多點 那已經在提醒你 你可能錯了嘛 對不對 操作結果 如果跟你一起的不同 你覺得應該大賺 結果沒有大賺 或者倒賠很多錢 那已經告訴你 你應該要犯一個方式來操作了 張藝銘股是一路340 贏家為什麼能夠利益不敗之地 來 贏家能夠利益不敗之地的原因很簡單 他也會很尊重大盤 尊重大盤完 再來看個股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過 當大盤拉回700多點 如果還有人在告訴你 他要什麼標股 那根本上他就錯了 他完全沒有尊重大盤 當大盤在拉回的時候 你的股票就算在漲 你也心理壓力很大 你也抱不住 是不是這樣 所以要先尊重大盤 再來談個股 懂意思嗎 大盤既然拉回 你不要硬做多 那表示你的方向 你的操作策略是有問題的 有天你會吃到很大的虧 大盤向海洋 要吃到漲潮跟退潮 你才能夠釣到大魚 那請問當退潮的時候 會有大魚嗎 難啦對不對 大魚也怕隔淺 就早就遊走了 來 操作上要記得 搭上內車了 趨勢內車一旦搭上了 你只要開心欣賞風景就好了 不用急著下車 也不要輕易換一個軌道 換一台車坐 這樣都是不對的 張藝民股市率339 當然我們看到這一波的行情 今年是10月份2號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波上去 一波下來 對不對 大盤電子股都一樣 一波上去 1月2日漲1300多點 高點7月中期 然後開始一波的拉回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每年不都這樣 一波上一波下 每年都這樣 台股已經成為潛跌型的市場了 就算沒辦法大漲也不會大跌 就在這裡 每次都上一波 然後再開始跌一波 但是一個上波一個下波 你看多少人都受重傷了 那請問今年1月到7月中旬 上波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你有沒有做對方向 來 想想看喔 這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喔 當然你也可以問說 張藝民那你這段時間 你在做什麼 你把圖桿拿出來你就知道了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都一路做多 我們沒有做什麼 這每一檔都多單 這沒有一筆是空單 123456789 一筆做完又一筆 一筆一筆做完又一筆 對不對 有的績效你就看了會嚇死人 怎麼可以賺那麼多 來看賜情好了 怎麼可以賺那麼誇張啊 來 你有看過賺的比股票還多嗎 我賣掉那時候322 我竟然可以賺397 那我是每天沖海沖去嗎 不是啊 我這張股票操作快10個月 從1027到103年的5月 我操作10個月做11趟 平均一個月做一趟 我沒有每天在那邊沖海沖去 沖得很開心 不管會員死活 沒有啊 看穩在出手 該獲利就獲利就這樣而已 是每天再沖來沖去嗎 不是啊 所以你說哇一筆賺78 賺77 對賺76 哇賺66 能賺的時候我就會盡量賺 那操作11筆之後 我賺了快400塊 股價322我已經賺了快400塊了 這叫什麼 叫最棒的操作 這才是你真正要學習的 上漲的時候很簡單 我一度做多 因為做太極 兩次而已啊 已經賺77%了 那兩次 因為股價比較低嘛 十幾 14塊開始漲了 所以當我賺了兩次 已經賺77%了 很嚇人耶 那如果你財務可以增加77% 那不得了耶 多久 不到一個月啊 10月15到11月7號不到一個月 來 1234567 7趟 50點幾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啊 這個都已經獲利算很大了 來有沒有 所以你看一檔一檔 多頭的時候我就一檔一檔做多 沒有任何的猶豫 有沒有 12345趟 10塊錢 那股價比較低嘛 就三幾塊 10塊錢也不少了 有沒有 1234 為什麼每一趟都做多 因為當時他在多頭格局啊 所以我只會做多啊 懂意思嗎 我又1234 又10趟了 有沒有 16塊了 你看股價30塊起漲了 16塊 那也不少了對不對 有沒有 又來了 所以你看這階段裡面 我在做什麼 每段都做多啊 那你會覺得我已經賺很多次了 賺9次了 123456789 那可能接下來可能很難賺了吧 要再贏過 再來個9次應該很困難了 有沒有 因為我前面已經賺9次了 有沒有 123456789 我還要強調 這都是比較 稍微比較多的 有的賺3塊賺2塊 那個我都沒有講 那講那個太小了 沒什麼好講 所以當你賺完9次之後 請問你有沒有下一個9次 張雨明運氣真好耶 那會不會運氣接人再接著好啊 阿哉 對不對 那我們就再看了 你會覺得好像沒機會 哎呦 那怎麼又賺了5次了 23塊9了 這3月到6月 來 那怎麼又賺了4次了 有沒有 有喔 5月到5月 5月5號到5月21 還多久 16天而已嘛 做4趟了 賺18.8元了 所以你會覺得沒機會沒機會 沒機會 沒機會 我的機會不就這樣嗎 我的機會一樣在股市裡面得到的啊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沒機會 當然到7月中旬開始轉空 那我們說7月中旬之後要做什麼 多單準備賣掉 賣掉之後反手做空下來 懂意思嗎 張雨明有沒有這樣做 當然有這樣做啊 來 所以我們做完這2筆之後一定到6月 到7月中旬開始反手做空 高點把多單逐漸賣掉 哎呦 7月28開始 1筆2筆3筆4筆5 6 7 8 9 10 每一頁就10張 這都是從7月開始 1筆1筆慢慢做下來了 20檔了 哎呦 30檔了有沒有 33檔了 投這邊 所以你會覺得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我怎麼可以做呢 當你覺得沒有機會我已經賺這麼多了 那怎麼會沒有機會呢 所以我們說一個多頭一個拉回 就這樣而已啊 那多少人做亂七八糟迷失的方向 也有人多頭那一段賺2千萬 跌下來倒賠3千萬 有啊 因為他多單沒有賣 賺了錢要吐回去還倒賠 所以股票真的有這麼難嗎 投資朋友你真的覺得很難嗎 不會啊 這有什麼難的 就該做多你做多 該放空你就放空 就這樣而已啊 你再看一遍 這有什麼難 是非常的簡單 那非常簡單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做錯 不就這樣而已嗎 你應該一波做多 高檔賣掉股票反手放空下來 對啊 那你有這樣做嗎 我現在很多人都沒有這樣做 那你看這跌了700多點 我已經賺33筆了 那如果再跌下去 投資朋友 你覺得會不會有第三四 三五三六三七 三八三九四十出現 你覺得呢 我不要跟你說一定會怎麼樣 你自己想就好 那如果有一天大盤 觸底反彈開始翻多了 股承系統開始三線翻多了 那張以民要做什麼 我當然做多啊 這樣還要問嗎 那如果沒有翻多一直跌一直跌 跌1000點2000點 假設啦 那張以民會做什麼 當然繼續放空啊 不然要怎麼做 只有這樣才是正確的 你不用我預設立場 所以你問張以民這個盤要跌到哪裡 我完全沒有預設立場 當然轉空我就持續放空 當他翻多我就空單賣掉 反手做多 就這樣 我每年都是這樣做 以往這樣做 以後也是會這樣做 當然現在也是這樣做 那這樣做 你才能在古巴桑裡面生存 懂意思嗎 來 所以你說難不難 說難不難 說不難也很難 因為很多人 連多空都搞不清楚了 他怎麼會做得贏錢 來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個人叫做黃曉明 他是一個藝人 演過葉問的大徒弟 這邊武俠片裡面 常常看到他 他演過上海灘連續劇 這個人是新浪網的董事長 曹國偉 這些人在婚戀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婚戀上面 他們碰到了 當然他就很開心的 來跟這個明星 跟這個有錢人合影 因為他是新浪網 在美國納斯塔掛牌的董事長 曹國偉 哇大明星對不對 旁邊還有一個女生 哇趕快來合影一下 跟大明星 跟有錢人合影一下 這兩個人對不對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來合影一下 當然我們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看他旁邊一個人 這個臉好像 來特寫一下 看這個人好像石蠟一樣有沒有 好像也不是很帥 還有點像街友的感覺 這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在旁邊做什麼 好像沒有人要鳥他 就有拉遠對不對 大明星有錢人在拍照 沒有人要理他 那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竟然是中國守護 他就是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叫做馬雲 一個其貌不養的人 他竟然有一天 變成中國首富了 原來他是中國首富 身價超過7800億台幣 哇他竟然就是中國首富 所以講了一句話非常的棒 昨天你對我愛理不理 今天我讓你高攀不起 哇你看這句話形容這張照片 多麼的棒 到這邊喔 所以真正重要是什麼 你看阿里巴巴創辦人 現在是中國13億人的首富 他有沒有很帥的外表 你會覺得他很帥嗎 特寫 有嗎 還好吧 說真的還醜醜 我還覺得醜醜的 他有沒有耳朵很長 哇耳垂很長 很有浮相也沒有啊 他有沒有耳挺很寬 這個什麼很有富貴相也沒有啊 所以你看這一個人 看起來很像普通的人一樣 他有一天竟然成為中國首富 身價7800億台幣的中國首富 那看起來是什麼 看起來外表嗎 你看這有什麼外表可言 這外表如果打分大概59分而已 連幾個都沒有 不但一點都不帥還有點像街友的感覺 對不對 他竟然成為中國首富叫馬雲阿里巴巴創辦人 所以這件事情我現在給很多人啟示 什麼啟示 最重要是什麼 是一個很帥的外表嗎 不是啊 是你的腦袋有什麼東西 是腦袋裡面你到底裝了什麼 為什麼馬雲可以創辦阿里巴巴 創辦的網路的購物的一個啊 這個平台 讓很多人在那邊交易 然後產生一個啊 很大的商場 刺激的機會 這就是馬雲 告訴我們什麼 最重要不是你的外表帥不帥 不是你有沒有穿西裝 最重要是你腦袋裡面 裝了什麼東西 同樣在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投資朋友 能夠幫助你贏錢的是什麼 就看你的觀念對不對 就看你腦袋裝了什麼東西 就看你用的工具對不對 就看你有沒有跟對人 就這樣而已很簡單 來 這個禮拜的禮拜天下午 我要在桃園辦一場演講會 桃園我已經很久沒去了 大概八年沒有去桃園了 真的我應該覺得 應該去桃園走一走 因為那邊有很多支持我的投資人 我應該去桃園走一走 所以特別挑這個禮拜的 禮拜天下午 我要桃園辦一場演講會 當然這個飯店的場地有限 我們知道現在結婚的旺季 十月份都是結婚的旺季 然後飯店也很難訂 這個場地只能坐下八十個人 所以我希望你想要來的 你趕快完成報名 那完成報名 而且提早到會場的 我會把一些東西送給你 這些東西可能會充實你的腦袋 讓你的想法觀念正確 讓你的股票上能夠賺到錢 這邊就是我的 張以民股市一路 一百問 一到一百 語錄一到一百 然後我現在講到三百多了 這樣會把他陸續發 把他印出來 這是一到一百 每一個語錄我都覺得非常的好 每一點都非常非常的好 他會給你很多正確的操作的觀念 這本書我要把它送給找到會場的人 當然你問我說張以民這本書值多少 我覺得是無價 你任何一個觀念對了 你可能就會做多很多股票 任何一個觀念錯了 你可能要賠很多錢 一百個正確觀念給你 你覺得值多少 我當然覺得無價 當然無價的東西沒關係 到會場的 完成報名 而且找到了我就把它送給你 我準備大概五十本 那為什麼要完成報名 因為我們說場地有限才八十個位置 那如果沒有報名 我來一百六十個 那每個聽演講 哇熱得要死 被散了 然後空氣也不好 空調也不好 那這演講都太痛苦了 我不要這種演講 我希望來的人 是你很想要來的 來會場很舒服 空氣也場地都很好 那我講很清楚 你聽了很明白 不要來這邊坐在地上 沒有位置 然後每天熱得要死 因為人太多 擠爆了人 然後每天散散散 我這種演講我不辦 所以麻煩你想要來的人 你務必把它完成報名 先完成報名 而且找到會場了 我會把這本 無價之寶 張明明股十一路 一到一百 先把它做送給你 來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要把他腦袋充實 當我們腦袋充實好了 你在古巴桑 才能夠贏得勝利 當我們把腦袋充實好了 有一天 或許我們也可以成為阿里巴巴 成為馬雲 對不對 昨天你對我阿里不理 沒關係啊 你就跟大明星拍照 你就跟有錢人拍照 有一天變成中國首富了 今天讓你高攀不起 我看了這樣圖卡 每次都感慨很深 希望我們每個人 都有這樣翻身的機會 掌握這個機會很簡單 先把腦袋充實好 尤其股票市場的腦袋 充實好 你才有機會贏錢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 通訊死角這麼多啊 沒辦法啊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我們去修基地台 要沒帶 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災區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 正在經濟搶救當中 欸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 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復活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好 歡迎兩位現場 一個應援廠商 當然一定很多人去找有錢人 找大明星合照 好 尤其大明星來了 尤其很有錢來了 郭台銘來了 大家都沒有跟他合照 很正常的畫面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張畫面的時候 真的感慨很深 哇 有錢人 超過位 新浪網的董事長 股票在NESTA掛牌 大明星 黃曉明 演過上海灘的 演過夜問的大徒弟 演很多電影的 所以當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哇 很多人就圍過來 我跟你拍照 我跟大明星跟有錢人拍照 這個人沒有人要理他了 跟史拉一樣了 對不對 人家對他愛理不理 結果有一天 這個人竟然變成 中國首富 阿里巴巴創辦人 馬雲 原來馬雲就是他 對啊 貌其貌不養的人 他有一天竟然變成 中國首富了 哎唷 那照相都不鳥他 對不對 沒關係啊 馬雲就說沒關係啊 昨天你對我愛理不理 今天我就讓你高攀不起 哇 給很多人機會跟希望 提升我們的能量 我覺得馬雲非常的棒 講了這句話 來 張愛民股市一路327 這些事你一定要懂 但卻從來沒人告訴過你 第一個 獲利再高成長再高 中了有一天他還是要回檔的 不管多好的公司都一樣 他有一天還是要回檔的 這個道理每一個道理都要懂 尤其對股票上很重要 來 獲利再高成長再高 中有一天他還是要回檔的 第一個 第二個 獲利很低 大衰退的公司 你不要期待他跌升反彈 這意思不一樣喔 再好的公司都會回檔 很爛很爛的公司 你不要期待他反彈 這完全是不同的意思 跌多 漲多必跌 跌多不見得會漲 哎唷 原來是這樣 這才叫股市 可是誰有沒有跟你講過這個道理 沒有對不對 都跟你講 漲高 繼續追 很好 追力多 都要套到高點喔 所以我們這兩點你一定要把它記起來喔 張一鳴股市路327 當然馬雲也跟我講過類似的話 真的嗎 馬雲說 身價中國首富 身價7950億 這個數字會跳動 你的阿里巴巴再漲 這個數字就不一樣 可能再往上串升 馬雲說 資本市場背後有著無比巨大的 無情跟壓力 資本市場就在講股票市場 背後有著無比巨大的無情跟壓力 只有少數的企業 不是多數企業喔 只有少數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持久奔馳 只有少數企業能夠在資本市場持久奔馳 那意思是什麼 那很多企業可能會掛掉 懂意思嗎 喔他還講過一樣的話耶 為什麼 因為資本市場有很大的壓力 很多無情 懂意思嗎 很多人不了解 以為都OK 把股票弄一輩子可以來投資 不見得喔 那只有很少企業才能夠資本市場持久奔馳 那有很多企業可能會掛掉的 所以你在回想這句話 馬雲講這句話 跟我講這句話不是意思是一樣耶 有沒有 有啊 獲利在高公司成長在公司 他有一天還是要回檔的 獲利很低的公司大衰退的公司 你不要期待他反彈 為什麼 因為很多企業可能會倒掉了 他沒辦法在資本上持久奔馳 所以馬雲跟我講過類似的話 所以你要記得 再好企業又回檔一天 有啊 這不是現在的股王嗎 對啊大力光 你看他回檔六百多塊了 所以說他沒有回檔一天 你要不要避開 你不避開就完蛋了 當過股王的不是大力光 還有宏達電 最高一千三 那你看現在多少 一百二十七 最低一百二十二 雖然你看這樣一跌下來 哇天啊 最低一百一十八 你看跌下來 天啊跌九成了 那如果你不想他要回檔 你就完蛋了 財產賠掉九成 哎唷好可怕喔 原來古巴桑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來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你說蘋果概念股很好很好 蘋果概念股 我跟他講 這個就是蘋果概念股 沒有錯 他很好過啊 但有一天他回檔的時候 你要小心喔 不要去想到喔 風台買 不要好事沒有你的壞事那段 你剛好坐上 跟宏達電一樣喔 不要一千三漲上去 你沒有坐到車 等一下這一段你坐到車了喔 來 這個也是蘋果概念股啊 很多啦喔 跌九成而已 做什麼 觸控面板 iPhone 4s 來 聖化 最後呢 跌九成喔 連虧三年 宣布瘦身 虧損三年 你看股東多可憐 來 還有一檔 這個是iPhone概念股 股價從982跌到152 跌了85% 怎麼會跌那麼深 他不觸控幫蘋果做代工的嗎 怎麼會跌那麼深 在這邊喔 所以你要小心這股票 當然有人會說 聖化一下 成龍現在聖化跌到6塊多 那會不會反彈 如果你分這一句 我就要告訴你這一句了 獲利很低大率退的公司 不要期待他跌深反彈 我跟你講的話你要記得喔 當然我們就要看到 成龍跌那麼深 哇跌80幾%了 那我們就來回想高點 這裡 這裡我有講 其實都有講 因為從摩帶太遠 沒辦法拿出來 我們看去年還有 當股價在這裡600多塊的時候 102年5月31 現在103年10月2號 102年5月31 當股價在600多塊590附近 張一鳴跟你說什麼 我有沒有跟你說可以追 沒有 你看這張圖卡多久了 102年5月31 現在是10月 103年的10月2號 102年5月31 我跟你說可不可以追 當時股價590 最後跌到100多塊 我跟你說可不可以追 看我當時怎麼講的 也感謝導播把這影帶找出來 那我們回到102年5月31 看我當時怎麼跟你講成龍的 股價價600塊 我跟你講可不可以追 來 導播請 當你發現錯的時候 你可能要繳很多很多學費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來 陳宏 高檔整理 整理兩個月了 三個月了 已經五月底了 已經整理三個月了 為什麼在這裡高檔整理 漲不上去 請問你要不要看看法人動作 如果法人開始賣 有一天 當他賣完之後股價破底了 開始破線 你想要跑已經來不及了 來 請問法人最近動作在做什麼 你告訴我 好像在賣鈔耶 你看高檔好像平靜無波 可是法人在做一個很大量的賣鈔耶 你要小心喔 那如果股神系統在跌破 哎呦真的破了耶 這真的很危險耶 頭這邊喔 所以你可能不曉得他危險所在 但是我要告訴你 這股票很危險 你問我會不會去買這種股票做多 我不會 要嘛我就放空他 後來我放空了幾次 從105年 102年的5月 到現在1年4個月了 5個月了 1年5個月了 我沒有買過任何陳宏的多單 放空了很多次 對不對 你自己想 當然對啊 頭這邊喔 所以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跟思考 還是覺得500 600塊跌下來 跌到300很便宜趕快買 結果現在跌到100多了 跌到152了 那就勢必重傷了對不對 但是股價在高點的時候 我剛剛的從不太是5月31 隔了7天 哎呦 陳宏 群創 觸控一觸即發耶 這利多耶 當我在講空的時候 你看新聞還在寫多少利多 下半年需求爆發耶 對不對 那最後呢 最後你看你買進去就被騙了 根本他沒有漲啊對不對 來 最後跌下來了 哇怎麼跌那麼深 很多人都受傷了� 跌很深了 跌70% 80%就跟你講 喔原來虧損 但是你已經來不及了對不對 原來他早就轉空了 天啊 你去買賣看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很多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我講不完齁 iPhone有什麼問題 很簡單嘛 講過很多次了 利潤蘋果佔7成 鴻海跟核碩代工 代工多少 組裝收入千分之六 人家佔7成 我們台灣的組裝代工千分之六 那請問股價要怎麼漲 就算有很大的營收 毛利也很低啊 是不是很簡單的事 可是多少人不會告訴你這個 都會跟你講蘋果乾淨股 多好多好多好 馬營說 冬天不可怕 可怕是我們沒有準備 可怕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這個冬天 它到底有多長有多冷 那如果你不曉得 我們看一檔股票好了 這檔股票台火 高點1400多塊 10年前 民國80年了 現在20年前了 20年前跌到這裡 20塊左右 現在呢 怎麼還在這裡 怎麼一直都在這裡 從這邊 20年過去了 它盤在這裡 已經動不了了 所以有沒有危險 至於想 時間關係我沒辦法講那麼多 來 台灣演講會 這個禮拜的 禮拜天下午 我要在台灣辦一場演講會 時間關記得把電話打通 完成報名 我們進到這裡 明天再見 主題是現在時效最夯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騎自行車可以使用手機嗎 不然怎麼轉舊世界 很危險耶 會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後 可以騎自行車嗎 欸不行 醉不上道 知道嗎 晚上騎車要使用車燈嗎 不會啦 人家車子也快熟 哎呀 掉開啦 跟別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持自行車 不可以使用手機 不可以喝酒